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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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貿新聞線報內幕絕見箱 歡迎上期的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慧銘 我們今天一整個主題 要來談的是什麼 錢 錢很重要吧 這個有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萬萬不能 可是你如果守著這個錢 人家讓你守財奴 你守著這個錢捨不得花 你願意花 你敢花 你花得很開心 它就叫做你的財產 你的資產 你捨不得花 留下來叫做什麼 就叫做遺產了 遺產好不好 遺產不錯 讓你的孩子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努力比別人減少奮鬥20年 但是這個遺產 也經常為了要爭奪這樣的錢 幾乎弄的是家人變仇人 打官司 燒賀 感情整個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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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沒有想到這個爸爸媽媽一走遺產很多的 外面的老五 老六 老七 老八 通通都要來分錢了 結果狀況問題非常的多 像前一陣子 大家不是得知道這個汪大明的父親 叫做汪明昌 也是為了錢 為了遺產 結果這個枉生了36年 無法埋葬 他的大體就這樣泡在浮馬林裡面 到底有多少錢值得讓家人走了 不能好好的走 要受這樣的一個苦呢 那麼究竟有多少錢 這個兄弟反目成仇 兄弟 甘情 親情 究竟值多少錢呢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故事 來讓我們更多的人生啟示 首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先介紹的是這個 資訊媒體人呂文婉小姐 惠銘好 大家好 王瑞德先生 惠銘好 大家好 以及律師蘇嘉恆先生 惠銘好 大家好 還有也是最近也變成我們的 常常上節目的朋友了 殘葬業者 劉珊先生 劉珊先生好 大家好 還有第一次上我們節目的 剛剛我講的這個開場白 可能呢 他心裡面感觸是滿多的 就是這個藝人 布蘭妮小姐 惠銘好 大家好 李治平頭 沒了招牌常呼吸 前華龍集團掌門人翁大銘 假釋出獄 從大老闆淪為階下囚 風水師懷疑 跟他父母遲遲沒有下葬有關 翁大銘的爸爸翁明昌 三十六年前過世 因為家族徵產無法入土為安 跟太太的遺體 以浮馬林浸泡 放進棺木舟 再安置到陽明山上 上役的豪宅裡 而命理師說 這種應濕方式會禍留子孫 屍體沒有腐化的 通常對後代子孫來講的話 是風水裡頭 是非常傷害性的一個現象 會產生禍害就是比如說 嚴重會加到中落 或者就是發生一些意外事件 比如說血亡意外事件 王家良老過世卻不能下葬 做子女的不但背上不肖罪名 也讓自己承擔無法想像的後果 其實土地太多 遺產太多 真的你連葬都沒辦法葬 你以為說那是以前的事情對不對 現在我們雙北地區 一個非常大的地主 他已經去世好多年了 那麼他的靈堂還設在 新北市三層一個大樓的一樓 還在嗎 我每個禮拜 因為我會去廣播電台 那個主持節目 我每次還經過 都還看得到那個靈堂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土地太多了 還沒有處理完畢 對不起 我們台灣人的習慣就是 你的遺產 還沒有分割完畢的話 他不讓你下葬 你知道嗎 大家都不讓你下葬 錢是我賺的 錢我賺的 你們分不清楚你還 所以有錢人就要事先做好 生涯規劃 而且那麼多地 我連一隻幾塊地藏 三隻地都沒有 所以說不是陳昌 我不是翁明昌而已 都一樣 有錢人都這樣 對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等到你死後 突然間蹦出來 對不對 為什麼 名人裡面就有幾位 其中有一位 曾當過前立法委員的尤日正 尤日正他當立法委員了以後 他捲入了一些官司 結果民國91年的時候 還記得嗎 那時候華航的澎湖空案 他就死在這個空案裡面 空案死了以後 才赫然發現 那時候坐著他隔壁 最後等於說也死亡的 另外一位劉小姐 結果搞了半天 是他的情婦 也就是女朋友就對了 可是他跟前妻生了 這個三個小孩 然後後來再結婚了 生了一個小孩 劉小姐兩個小孩 隔壁六個小孩 你是說他跟新任去 才生一個 但這邊女朋友就生了兩個 前三後二 你知道嗎 總共六個小孩 那他走了 他那時候沒當立委了以後 就很專心的去經營他的 等於說政業 就是叫做房仲 他在十幾年前經營房仲 都經營得非常好 為什麼 全台灣三大房仲的北區房仲 就是他經營 他一個人就擁有45%的股份 那時候的金額 大概有好幾億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他走了以後 包括那時候華航給的 等於說補償費用對不對 這是小錢 你知道嗎 結果呢 真正的大錢是什麼 是他45%的這個北區房仲的股份 重點來了 他第二的又帶這個太太 他是原配對不對 原配跳出來 不能說原配 說政公 現在就是政公 法律上的太太 因為他已經 老大已經前妻已經離婚了 離婚應該就不能 你就不能分了 你三個小孩可以分 你三個小孩可以分 小孩可以分 這次是空難去世的劉小姐 他兩個小孩也可以分 可問題是第二任的這個太太 在我們的法律規定裡面 不好意思 他有特留份 什麼意思 一半先好他 一半我的 不是一半而已 不是一半而已 一半之後還有一半對不對 他還可以跟六個小孩做會分 你知道嗎 他說他先分一半走 我還不是做會分 譬如說10月的時候我先分五億 我現在就是政公娘娘 兩萬五億 我跟你們說六個小孩做會分 六個小孩交我除以七 大家幾分 然後大家就有一些意見 你真的敵死不能離婚 這故事是不是這樣子 敵死不能結婚 他前妻如果不跟你離婚 還有三個小孩 我先分一半 不要結婚就沒有這個問題 結果就是這樣 差到稍久 告了以後 那就對布公堂 顧得不太差 他太太還等於說 找出了清了一條說 有日證生前 還跟公司等於說借了一億多 要先扣這一億 要先扣一億 那多少 他本來45%的股份有幾億對不對 你要從裡面先扣掉 一億扣掉 那這個官司後來一億的部分 後來法院說兩千多萬不是他的 不是他欠的 所以必須有八千多萬 由這幾個大家平均分攤就對了 由其他的繼承人平均分攤 其實很簡單 人一過星期之後對不對 靠 靠一天而已 一天過之後對不對 就是爭這個慘了 尤其是越有錢的人 真的越兇 所以到後來 所有的兄弟姊妹跟這些 所有的人全部都拆破名 進法院 勾到你死我活 勾到老會老弟 這個是有錢人 沒有做好生涯規劃 必須遇到的現場 關鍵就是說意外 沒有寫一組 所以就依照特留分來分了 其實就是剛剛 這筆錢就是債務扣一扣 除以二是正公的 然後剩下一半 再除以幾個小孩 再加上妻子 再除一組 有什麼有喝糖各來各去 其實慧敏 我用這個例子來講最清楚 大家看我們知道王永慶 大家對他很有興趣 他有大黃 二黃 三黃 四黃 事實上在法律上來講 他登記有的就是這個大黃 大黃那個王葉蘭 可是王葉蘭他沒有小孩 他沒有小孩 也就假如王永慶的遺產的話 假如我們現在認為說 王永慶有480億 這樣國內查到480億 那一半應激婚 王永蘭可以婚到240億 可是因為王永蘭他沒有行為能力 所以他認為說他沒有所謂的繼承權 可是王永慶講說 他是王永蘭的養子 那假如當時 王永陽假如說是給過季給王永蘭 那說他是他的養子 當時的法律程序假如有辦完的話 那個二分之一就是王永慶 繼承到 結果聽不從人院沒辦完 對 因為他們當時沒有去辦領養的 就是收養程序沒有辦 所以收養程序沒有辦 所以王永蘭只能說 他只是王永蘭的代理人而已 代理人不能婚遺產 你要是繼承人才可以 所以也就是說王永蘭那個240萬 現在幾個人婚 也就是說他們這幾個子女 現在就這9個人可以婚而已 所以這240億這4個人 你說這9個人可以下去除就對了 可以去平均就對了 因為他不能繼承二婚 因為他沒有行為能力 法院認為他已經沒有行為能力了 沒有行為能力你就沒有繼承權 你沒有繼承權 所以現在 那事實上縱使說 像王永蘭有拿出一幅授權書 授權說所有王永蘭的所有的財產 都要交給他去處理 可是他說你只是一個代理 你只是一個代理人 你不是繼承人 所以這240億又沒了 大家評分 有一個法律的東西 可能要做一個釐清 大家會弄 有搞分就是 遺產跟夫妻財產會弄錯 因為像剛剛我們講的部分 要把它弄清楚 要記得白手起家的人 白手起家的人 才可能會有剛剛這樣 完全分一半 例如像王永慶 他是白手起家 他以前財產是0 現在不管他有幾百億幾千億 所以他未來增加 就是跟他配偶一起努力 生活努力下來的 所以他今天如果有600億的話 他配偶從0到600 王永慶多600 配偶算0的話 配偶說我是他他老婆 我要分一半 叫做夫妻剩餘財產 所以他先切一半 是以我太太的身分 也就是剛剛講 正公共的身分 我拿一半 拿一半之後 剩300億的時候怎樣 我再當變成遺產 遺產大家在分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弄錯 客流分的第一分除以二 是夫妻財產不是遺產嗎 不是那個 而且記得 如果沒有白手起家 還有一個問題 你看 有人他現在財產 贏到了500億 500億他離婚再結婚 結婚之後500億變510億 你不要以為510億分以二不對 你結婚的時候他有500億 他結完婚之後只多了10億 你只有分10億的一半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前後任妻子 他現任妻子 如果新財產的增加 是從500億變510億 那他只能得到10億的一半 夫妻產只拿到5億 然後他的這麼多孩子 可以用500來除以你 所以他的正公說 他的財產是0 你知道嗎 他的財產是0 先生就是白手起家 我們先把前面剛剛弄清楚 你看 500億 不怪要律師來處理 不是我們說人家 現在很簡單就對了 你看510億對不對 他拿去新任的妻子 拿到5億之後 505億就是 新任妻子跟其他孩子一起分 所以如果是正公他就最聰明 那這樣很簡單 如果你連遺產 什麼都沒有之後 那你分什麼 所以剛剛瑞格哥說 那如果他的遺產 完全沒有的狀況下 就分不到了 所以這就是 把遺產趨近於0之後 你要怎麼分也分不到 我們現在講的 就算孔沃橫飛 都是一種數字而已 對不對 我們就說過人家 事情怎麼分不定 對不對 但是這些數字 對布蘭妮來說 卻是血淋淋的 一路走過來的生活經驗 你們家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搞到後來 還在那邊分財產 你還被指控了滿多罪名的 因為爸爸在差不多20幾年前 他就到台北來 他在台中做經營古董生意 但是他到台北來的時候 因為我跟爸爸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爸爸的一些大小事情 都由我來幫他處理 所以爸爸 到底有沒有欠人家錢 有沒有有多少東西 我倒是不知道 因為爸爸是獨立住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會去送個吃的東西 去去含溫暖 生病 幫他拿個藥這樣子 那他一些事情 銀行有時候也讓我來跑 但是就是說 我說在爸爸要走的時候 差不多 這怎麼講呢 就是爸爸在倒下去的那一天 即使我不在現場 是弟弟剛好從台中上來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是我趕到台安醫院 趕到台安醫院的時候 醫生問我說爸爸什麼 其實我都不知道 在那一段期間 隔天我就所有的親戚朋友 陸陸續續就是兄弟姐妹就會 像哥哥從花蓮來 弟弟從台中來 還有姐姐20幾年前 就已經往生了 他的三個小孩也來 然後妹妹隔了差不多三四天 就從國外一年也趕回來 在這段期間 因為我都知道爸爸 有一個非常不安全感 他做生意買賣古董 他都用現金的 爸爸在要去世的前十幾天 爸爸近一筆220萬 然後在要去世的前一個禮拜 近一筆800萬 所以總total爸爸的床上 總共放了1千020萬 你說你爸爸的床上擺了1千020萬 跟錢走在睡就對了 對 因為我爸爸他有一種習慣 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好 而且他年紀大 他認為我要去領錢很不方便 我今天如果要進貨 那我要一筆現金給人家 因為他都用現金買賣 那他要進貨的時候 他還要再去領錢 是不是很麻煩 那有時候是晚上他沒有辦法去領 但是他又有一個謎點 他就說錢如果存在某個人的戶頭上 會不會被盜領了 所以爸爸的錢都放了 他放家裡不怕遇到小 他不怕遇到強盜 他怕被盜領 然後我就跟所有的親戚朋友講說 因為大家進進出出 我住台北嘛 那一定都住進去裡面 那我就跟所有的親戚朋友講說 爸爸的房間裡面有1千020萬 我說我希望這個錢是媽媽的養老費 以及爸爸店裡的開銷 就在當下有一個親人就跳出來說 罵了一句三十斤說 讓我回去管我們婆家的事 當下我很難過 我只是跟媽媽講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以後事情我都不管 所以我愈染結染 我就從那一天之後 我都到醫院去看爸爸 因為爸爸還是在迷留 那我去看爸爸之後 後來爸爸 九天之後爸爸往生了 那在辦喪事期間 其實大家都沒有心情來談 這個錢的問題 但是喪事一辦完的時候 所有問題都浮現了 那哥哥就在問說 不過你們這樣還不錯 你們至少先好好的把喪事給辦完 對不對 對 但是在辦喪事的期間 又有發生一件事 因為我所有的親戚應該有會看電視 爸爸那邊的親人 只有我通知我四叔的女兒 他馬上從家一趕上來 所以爸爸很遺憾爸爸的喪事 只有我四叔的女兒有參與 爸爸的兄弟那邊沒有什麼人來 媽媽的那邊也都沒有人來 所以當下我們很難過 就是說我也跟家人有產生一些摩擦 就是說其實爸爸是一個很愛熱鬧的人 他也很念舊的人 那為什麼所有的親人都沒有來 那因為很多元素很多問題 我們就弄得很不愉快 所以我都沒有回去 但是之後哥哥有在問這一筆錢的時候 這個癥結點又來了 又有某人 就是罵我三支金的那一個人 就講說這個錢是被我偷了 不是放在床上嗎 對 可是錢沒有寫名字 然後不見了 不見了 通通不見了 一千多萬都不見了 既然到後來我聽到的是說 被我一個人偷了 那我可不宜了 以我的個性我是覺得 家裡有保全掉資料不就有了 對 這個就是原因 本來哥哥也不是站在我這邊 本來哥哥也是在懷疑我 因為我有一個姐姐 哥哥 來 我還有一個弟弟 妹妹 但是姐姐走了二十幾年 剩一個哥哥來就是我 還有一個弟弟 還有一個妹妹 哥哥就在講說這個錢怎麼了 竟然說是我偷 哥哥覺得說我們家裡有裝保全 那是不是把錄影袋調出來 但是其中就是罵我身之禁那一個 就講說 好 我明天燒錄給你們 結果隔天的時候要去燒錄 他跟哥哥講說 那個錄影袋被我洗掉 那哥哥一想我將近一個月 沒有回家了 我如何進去洗那個錄影袋 而且我沒有鑰匙 那哥哥就想說 好 那他可以請朋友再重回軌道 再重新再看有沒有辦法補救回來 結果罵我身之禁的那個親人 他也說好 明天再拿去 結果隔天一覺睡醒的時候 主機不見了 有鬼嘛 對不對 所以哥哥從那時候 哥哥就在 他也在觀望 這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結果在這個時候沒多久 我跟哥哥就突然間收到 純正信函 還有還從地方法院的 就是說關於媽媽 弟弟 還有姐姐的三個小孩 總共五個人去拋棄繼承 那當我們收到的時候 我打給弟弟 還有我弟媳婦 還有媽媽的手機 竟然都沒有人接 打到他們家都沒有人接 他們想說一千萬都沒有去 乾脆先拋棄繼承算了就對了 我到目前為止 我也搞不清楚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舉動 後來我就打給哥哥 哥哥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跟哥哥研究的結果 我們就發了一張純正信函 就是說不管發生什麼事 那我也覺得爸爸並無負債 那我希望爸爸的店 是由哥哥跟弟弟共同經營 因為在我們這種年代的人 都會覺得就是說 男生多分一點 那我沒有很有錢 可是我還過得去 那你這種古董要分很難分 那我是覺得是由哥哥跟弟弟 共同經營 但是他們都沒有回覆我電話 也沒有回覆我們純正信函 所以我們的癥結點就是在說 為什麼所有東西會變我偷的 為什麼所有的東西不見了 但是我覺得我做的 我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我可以抬頭挺胸的原因是 我繼承下來之後 我們就要處理 那他們也打電話跟房東 店的房東還有中心保全說 以後的租金跟保全費 全部來找我收 那我也概括承受 但是我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有跟保全說 所有的遺產都在這裡 全部我都沒有動它 後來我也把它交給法院 盤點跟股價 我也把它交給法院 來盤點跟股價了 那在這裡我還必須要強調一點 在今年的元月25號 弟弟代表媽媽來分走 剛剛瑞德雄還有大律師所說的 媽媽已經分走了 爸爸所有財產的一半 那其他的一半 媽媽也 我哥哥還有妹妹還有媽媽 等一下不是拋棄繼承的 為什麼又來分一半 因為我覺得其實 你拋棄了 但是我認為這是媽媽跟爸爸 共同打拚出來的 我還是願意 我們還是願意給他 所以我還是交給弟弟來盤點 來把東西淋走了 但是所有的媒體上 沒有人幫我澄清 沒有人講 所以這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甚至我有不認識的朋友 在路上看到我 他們都會指指點點說 你好手好腳 你為什麼把家裡的財產給欽展 結果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應該要 在還沒往生之前 先立好一項 先立好一項 但是在我爸爸這個年代的 年紀的人 他們覺得說 你叫我立遺囑 你是認為我說 你詛咒我死 很多都會是這樣 就覺得拍給丟 你是怎麼一直 徒我的錢 叫我寫什麼遺囑 對 所以你們家現在官司 到底落幕了沒 就是遺產範圍 我們已經和解了 就是分給媽媽了 那我們沒有了 至於有一些 到後來 因為我弟媳婦他又去自首 說他們拋棄遺產是 他去偽造文書的 因為他們發現 財產是正大於富 發現拋棄美盒就對了 又回來又要繼承了 對 又回來要繼承了 當然這真結點 他說 他有告我侵占強制 妨害自由 不讓他進去搬東西 我當下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要進去可以 我請保全你拍照 簽寫說你拿走什麼東西 這樣我對其他的繼承人 才公平 不然所有的罪過到時候 又落到我身上 因為這個癥結點 我不是不讓他進去 我只是要他簽名這樣子 所以他們告我 他們告我侵占強制 妨害自由 我這早就不起訴了 早就說無罪定驗了 所以你現在說 無罪清白之聲就對了 對 今天要跟媒體講 不要每次看到標題就是 布蘭你家裡 怎麼爭搶官是什麼的 化解了 也經過一段時間 而且大家要各退一步 對不對 但是像劉三千 您做的是殯葬業 臨堂錢 為了錢有紛爭的 你也看了很多 對 我有一個女性友人 不是你朋友 女性友人 朋友 就是也是我太太的朋友 他跟他爸爸是 退伍的農民 他就跟他爸爸兩個人 他也離婚 然後跟他爸爸兩個人 就住在一起 他爸爸是他照顧的 我們都認識有一段時間 然後他也有跟我提起說 萬一他爸爸的什麼後事 我就要幫忙 我說好 我也到醫院去看過他 但是其他的事 他就沒有提過 有一天他爸爸往生了 就在醫院往生了 他就哭著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過氣了 我過氣的時候 就在電梯口看到他 就哭得很傷心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那現在到底是怎麼會 人走掉一定會哭 但是他那個狀況 好像不太一樣這樣 結果是他弟弟出現了 我不知道他有個弟弟 他弟弟出現了以後 人一走弟弟就冒出來 對 出現了以後 就到當地醫院的拍出所去報案 說他爸爸被醫生謀殺了 就夠扯吧 是有沒有搞清楚狀況 醫生沒有把他救起來 他竟然說 然後他弟弟就說 你們通通不要動 警察馬上就到了 管機馬上就到了 他要靠醫生謀殺他爸爸 沒有把他救活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臨時 就出一個弟弟 那就是很難搞 然後我就說 這個弟弟的名字 如果在醫界傳開上 他生命誰敢應他 他 對 對不對 沒有醫好通通叫謀殺 大概 我等一下 我說大概有一個方向 後來他就 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姐姐講 我說 那這個事情 你弟弟去主導 因為第一點你是 我們也 女兒嫁出去 雖然離婚了 嫁出去了 什麼事情都是兒子主導 後來他弟弟主導 他弟弟還是 殯葬處的職員 那是我後來才知道了 結果他弟弟就主導他爸爸的那個 後事 後事 然後給他訂了一個定級廳 我也不是說定級廳不好 定級廳就是所有禮堂裡面 就是 小小廳 比較瘦就對了 就是 也不是說 訂那個就是說 我們沒有理解重視 問題是 他是殯葬處的人 他要訂高一點了 要訂哪間就可以訂哪間 還是說 我要說的話 他如果有辦法 如果我要給卡油 我也可以給卡油 因為他是殯葬處的人 大家民主 他應該不是在那種程度 他姐姐當然就看不下去 他姐姐說 我爸爸那時候 我們就跟我爸爸也講好 我們都要弄得比較那個 結果他就說 那劉大哥你能不能幫我補牆 我就說 因為別人接了 那我幫你補沒關係 我就說我去看 看他禮堂是不能改 這個生意別人接走了 你還要去補牆 其實你也很為難吧 對 所以我不能改你的禮堂 因為人家接走了 那我要去補牆的話 人家會 業者會認為說 你是覺得我做得不好 是啊 但是有的東西真的沒有做好 就是說 像他爸爸的靈堂 他一看旁邊都有水果 那為什麼他爸爸沒有水果 他打電話給我 大哥我爸爸這邊沒有水果 我說我找人幫你送去 一個水果才多少錢 一百多塊嘛 一半這樣嘛 但是我要從公司送到那邊 也給一個工具 我就叫人送 然後切了什麼東西 就是反正他弟弟就不是說很用心 那連那個禮堂的地方 我都跟他補牆以後 後來他問我說這個多少錢 我說不要錢 因為我做不到 大家好朋友 這個不要算 這個照我來講 本錢差不多一萬多 然後要算你差不多兩萬多 我就說這個不要算 他說不是我一定要算 那我說好 那我就算給你 然後他說你給我收記 那我也開給他收記 後來法院就來通知了 我是當證人 因為他弟弟 說他爸爸每半年領的夜退後 錢跑到哪裡去 一分一毛在跟他查 然後他說 爸爸我在照顧 然後也要康護 也要營養品 也要什麼 你爸爸吃喝這是哪裡來 你還要查這個錢 每一張都要有收記 你連買那個尿布都要有收記 他這樣去跟他姐姐要 對 你爸爸活著你來照顧 也不會跟你要這個 退月退縫 所以就 他爸爸還有一棟房子 所以他就拿 其中一張就是我 開給他的收記 然後他就 這個法院就調我過去問 在那邊講的時候我就 我就說這個是 因為檢察官問我 我也說這個是事實是這樣 這次我開出來是一萬多 要是別人開的話 不是朋友的話 我最少開個零三萬 對 我已經算成了 然後他第一題說 我怎麼知道 他們兩個在搞什麼亂搞 我說報告檢察官 叫他那一句話給我吞回去 不然我就告他 檢察官說 你要不要收回 他說 好啦 那我收回 對不起 講到最後要變成我 幫你試的人我在亂搞 正確是先沒有那個 因為要出庭的時候 他姐姐跟我講說 他是殯葬處的人 你會不會 搞到後來到底怎麼一回事 搞到買那邊怎麼 搞到最後我就 我不知道下午 你算了 你就出庭的時候 覺得說事太炎良對不對 對 我想要請教律師 這個老爸的月退縫 後來在分營產的時候 這個當弟弟平常沒有在照顧爸爸 可以來要求姐姐 月退縫怎麼花的 你收據通常給我找出來嗎 我覺得可能問題是在於 老爸到後面已經可能 狀況不清楚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案子 但是我們碰到一般的時候 有的人像快聯繞 快過世的時候 一兩年他可能已經臥床 他臥床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處理自己事情的時候 奇怪 那怎麼處理自己事情 大家也沒有去報應自殘 所以處理他的事情的人 是不是真正有得到他的意思 所以我們只可能看到說 他的款項戶頭裡面 有領錢出來 可是不知道這到哪裡去 這故事一講 誰要照顧老人家 對 所以這要聰明 尤其是神之不幸的老人家 誰敢碰 所以這時候要聰明 還要管錢 還要留收據 沒有 這時候要 憑什麼資格這樣要求 我覺得很沒道理 對 這要懂的法律 也就是老人家在 處理自己事情的時候 分兩塊 一個是遺產 一個是萬一自己失能的狀況下 你要有一部分授權書 你要知道說 我的孩子可能會爭 我要授權給我的孩子 你就在什麼狀況下 就給你處理 有那張授權書 對方告不動 所以你現在請所有觀眾朋友 有預估準備 萬一不小心失能的時候 對 你要 你要先寫一張授權書 授權書給我這個女兒 你在這個帳戶裡面 你就印照 我該用的就做花用 這是最簡單 最不用花錢的 以後就比較不會說 蘇大律師 我們台灣人 哪有在寫這種授權書 譬如說布蘭妮 你去照顧你媽媽 你爸爸的時候 你還要叫她寫這個嗎 沒有寫的話 難道我就被我兄弟告到死了 不對 我又消訴你又被告 我死了 活著做什麼我 就好像說保護你 你看 有那張 你沒有那張 我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法律要保護我這個孝順的人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這樣 一個一個證明 還一個一個證明 我完全吞火棒了 一個證明 所以真的 這個弟弟要來爐 真的會爐 會爐 會爐 慧民不要以為不可能 因為在法律上講的是證據 你說的是人情世俗對不對 是實際上的真相 但是並不等於證據 我有一個朋友 真的 他的哥哥跟弟弟 都是有頭有臉 一塊錢幾十萬的人 可是爸爸就丟給他去管 爸爸就是 你說丟給你的朋友 丟給我的朋友 因為只有他沒結婚 然後就丟給他 我這個朋友是男的 然後他就真的就是 照顧爸爸請外優 收入比較差就對了 所有的營養品對不對 所有的倫益什麼 我這個朋友很聰明 因為他知道他的哥哥跟弟弟 這麼有頭有臉的人 一定會翻臉 你不要以為有頭有臉有錢的人 他就不會跟你翻臉 你錯了 他不照顧你 他一個月來看爸爸一次 算有良心的 你知道嗎 有的基本都不會來 那他怎麼辦 他就現在剛剛講授權書對不對 他是沒有那麼厲害 想到授權書 但是現在有手機 還有很多數位相機 就錄影 讓爸爸講 讓爸爸講話 你知道嗎 爸爸講說都是我的這個二兒子 有沒有 都是他照顧我的 所以他爸爸甚至於 在錄影帶裡面講說 他要家裡要給他 你知道嗎 家裡要給他 什麼東西 然後一些外優 什麼都是他 然後他也很聰明 他要把他照顧爸爸以後 所買的收據跟發票都放著 像你那麼奸詐的風格 也不多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我們公益人哪知道 要利用收據 發票 對 沒中獎就丟了 在爸爸走的時候 我就說靠一天而已 在爸爸走的時候 那個告別室都還沒有完 告別室要收什麼 電影 對不對 電影要算收入 遺產收入 扣掉你的商賬費用以後 他的哥哥跟弟弟 還有嫂跟弟妹 真的就來了 你知道嗎 結果為什麼 因為他把遺產 扣掉他這些年來 所有的支出 在跟你談遺產的事情 然後他們 你都來思考 結果他就把所有的 政績 單據都來了 全部都拿出來 沒我們收到好 沒我們收到好 可問題是觀眾朋友 哪一個能夠像我朋友 這樣有耐心 把他那麼多的收益 你可不可以說 職業是什麼 職業是記者 我們知道 是那種的 是那種的 不是這 punched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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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是有的